各位好 今天要繼續介紹 HERTA的手法 要應用在兩拍的過門裡面 今天這個 應用的架構是 332的節奏 我相信很多人已經學過332的節奏了 先介紹這個332節奏的結構 第一個3 我的打擊順序是右右左 第二個也是右右左 第三個就用右左 打起來會是這樣子的 123 運用了這個HERTA的手法 所以會在 3的時候這個右右左 這兩個右之間穿插一個左手進來 會變成這樣子 在唸的時候是這樣子 123 再一次喔 123 123 連續的話 332打起來會是這樣 123 123 12 再一次 123 123 12 12 打在小鼓上面 聽起來是這樣子的 運用在兩拍的過門裡面 兩拍都是16分音符 所以一共有8個時間點 在一個小節裡面通常會打在第3拍跟第4拍 也就是 3 e n r 4 e n r 4 4 n r 來一次喔 3 e nr 4 e nr r e n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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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e nr e nr 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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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第三個部分是2 就打在floor tone上面 所以是 打起來是這樣子的 當然後面這個2你可以有一些 其他的延伸 比如說把這兩個音 再繼續分解成 四個三十二分音符 聽起來會是這樣子的 那至於這個後面的延伸 這四個三十二分音符的變化 有很多種可能 那你可以自己去慢慢的研究 我們來搭配節奏試試看 剛剛的移位方式 還有其他的移位方式 就是第一個3 第二個3 然後2 聽起來是 1 2 3 1 2 3 1 2 1 2 3 1 2 3 1 2 還有其他的移位方式 例如 我把前面的這個手法 右左 這兩個連續的三十二分音符 打在 分別打在小鼓跟Tom Tom 後面的兩顆音符 就落在落地鼓上面 變成 1 2 3 1 2 3 好 所以連起來是 1 2 3 1 2 3 1 2 後面的這個 1 2 這兩個如果分解成四顆 三十二分音符的話 會有一個有趣的 的效果就是 我可以利用這四顆三十二分音符 重複剛剛的移位順序 但是在速度上 節拍上是不一樣的 聽起來會是這樣子 1 2 3 1 2 3 這麼慢我的速度打起來反而亂了 來一次喔 用稍微順點的速度 搭配節奏 搭配節奏 那就是第一個右手下去的 這個三十二分音符的速度 你可以跟銅拔 再跟大鼓去重疊在一起 所以這個 這個動作會變成 或者是 這就看你的鼓主有多少的銅拔 以及這些音色 你怎麼樣去控制 怎麼樣去運用 我們來試試看 這個 我現在為了要讓聲音聽起來 比較清楚乾淨一點 我就打在hi-hat上面 所以 一個三聽起來是這樣子的 第一個hi-hat打下去的時候 會跟大鼓unison 會重疊在一起 1 2 3 2 3 Zither Harp Zither Harp